将着一种幸福来 将与现身动起来 大家好 我是中兴市 辞业洋主播艾琳娜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今天我来到了 娇州的布局阵 娇州是 华夏宁 华夏宁地址 娇州历史文化有9 4500年前就拥有了 河隆山文化 齐名的达文库文化 这里也向后融合了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中国阳格之乡登山号 地方特色文化 焦州阳格云叶北国家 命名为国家首批非国际文化遗产 下面和我一起去看看吧 您好高老师 您好 欢迎您 欢迎您来到我们美丽的山东青岛 谢谢 我是扑基镇铺上社区领域团的副团长 我家高藤 那艾琳娜 您听过焦州阳格吗 我以前看过一次 我觉得特别好 我们焦州阳格呢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以前呢 农门呢 他们在弦坐的时候呢 就会唱起歌来 跳起舞来 后来演变成了我们的焦州阳格 那我们现在 就是有很多重大的节日了 就是不管是儿童还是老人 他都会跳的一种舞蹈 那琳娜 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真正的焦州阳格怎么样 不过在此之前 我先带你换一下我们真正的服装 好不好 哇 我觉得对衣服非常好看 我们想开始咱们再跳一段 我们再跳一段 跳一段 好 手 撕下这个吧 撕 撕 稍微等我们捋一捋 这样 有叉童仰致 然后 咱择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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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八 は 二 三、二 四 哇 太好了 每个人看起来非常开心 我也想了解这生气的艺术 可以的 那你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叫做Yanga的魅力吧 打开 这是大把握室 这是三只握室 这是我们的手绢 最基本的一点就是 先练脚步 我们应该会把手背在后边 先练基本的三步 那现在我们这个脚就需要 就是成钉子步站好 要夹住了腿 身子去扭 包括头 然后腰和屁股 都是要去扭的 我们的踩碾是最重要的 脚下的踩碾 一 过来 然后再提回来 往这边顶跨了以后 再扭回来这边 一 扭 二 回 三 撤 提 对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加上手上动的 像我们就撇扇 一 过来 刚才我们学的那个就是 一扭过来 然后二 回来 四 扇再回来 然后因为它是 以脚下的动作为主 然后手上的这种扇子是为伏的 往上伸扇子的时候 它伸过来 然后它在头顶要转花 转花 然后再下来 这边 好有意思 是 这个扇的时候 这样扇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然后 一 二 三 四 一 六 七 八 还好 我们的三分就是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好 好 没问题 哇 真好 我的国家文化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非常开心 也非常感谢和高老师一起 交流羊哥我 也谢谢你 有机会的话 你帮我们交流羊哥 带到你的故乡里去 帮我们多多的宣传 好不好 奶奶您好 好 您年龄很大 但您叫羊哥我非常好 您能讲讲您的故事吗 好 我喜爱我的羊哥 那你留下羊哥来吧 就有好多心情 我带领了我们的 这一帮的羊哥吧 同时羊哥吧 反正是三四多年了吧 到天津地图 也就一些工厂去 也都去大队去 用我们的羊哥 用我们的歌声 把我们的幸福送给他们 他们有的人就说我 你七十五岁了 不要留了 你还是个残疾 我就感觉到 有羊哥在这支持着我 我人残治不残 我腿残我心不残 因为羊哥支持着我 才有今天幸福的生活 我就愿意留这个羊哥 而且是我 不是传 让我们的演员 让我们的队员 一带一带 传重下去